鮭魚還那麼貴 鮭魚650一斤 平日下午時段 買魚人潮就已經落意不絕 台北南門市場買期望 不少人已經為了春節超前部署 白昌 黃鮭魚 通常都這樣 大家都會提早買 現在都會提早買 應該放到冷凍庫裡半個月 我們家自己現在大部分都會是買鱸魚 或是因為我們比較喜歡吃五載魚 或是因為過年白昌會貴一點 不然很多人也買白昌 不少水產品價格掌聲已經響起 根據漁業署資料 龍虎班 吳郭魚 金木炉 漲最兇都有接近15%的漲幅 白昌漲6.7% 黃鮭森2.1% 石斑魚則漲10%到20% 估計到了過年前兩週 還會再漲一到兩成 以大家最愛的白昌為例 目前美金約650元 大條的上看三斤 過年前買一尾就破2000 除了預期薪以外 漁獲量也是原因 漲勢一定會漲啦 因為過年前一些海巷的問題 風浪太大 漁船沒辦法捕捉 這也都是有年代關係 不想買貴想提早下手 又怕新鮮魚貨放不久 還有這招 只要內臟清洗乾淨 放到真空機裡頭 短短幾秒鐘就能大幅延長保存期限 年關將至想審荷包又想吃得豐盛 婆婆媽媽備料大賽已經開跑 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